每一個人應該都會長痘痘吧 不管是青春痘 生理痘 成年痘 一長出來就想改來把它消除 我們今天請到柳燕老師 來告訴我們這些除痘神器 應該怎麼用 效果最好 有一些青春痘的肌膚 油性 就一天到晚洗臉 一天到晚洗臉 這樣對嗎 很多人都覺得說長痘痘 好像是油性肌比較會長 其實所有的肌膚都可能長痘痘 以往大家在問我說到底保養什麼最重要 都是清潔最重要 你把你的臉洗乾淨了 你的保養大概對了60分了 那我知道啊 其實柳燕老師最近出了一個 我就一看就覺得有點誇張 沒有 就好像很可愛的一個刷子 它的名字也超可愛 它叫痘痘刷 對 透明思義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真的就是一顆一顆的痘痘 那這個在臉上是要怎麼使用啊 其實它很簡單 就跟你幫你洗臉刷一樣 你就是呢 你可以把它打濕之後 然後運用你的洗面產品 你的清潔產品 然後直接可以用它 就直接來起泡 噢 用它起泡 噢 大家應該知道 洗面水不是直接沾到臉上嗎 對對對 先起泡 對 可以用它直接來起泡 那起泡完之後呢 你就直接來刷 噢 那我會建議呢 如果是油性肌或痘痘肌 通常呢 T區可以再比較著重多刷幾次 噢 多 那它是就是打圓嗎 就打圓圈就好了 就一直不斷的打圈這樣子 打圈圈就好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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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在旺盛 對 其實你也可以用它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溫和 噢 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刺激你的痘痘 它本來是有安撫的作用 對 那像我知道市面上有超多那一種 就是急救型的抗痘神器 不管是油啦 膏啦 水啊 凝膠 真的好多哦 那我自己知道啊 就是有一個就是 The Body Shop 媒體小鋪這個茶樹精油 非常經典 對 經典 那它其實就是茶樹是不是 我們都說其實現在大部分啊 房間我們看到的痘痘產品啊 不論是急救型的 或者是一般預防型的 大多脫不了幾個成分 茶樹是最經典的其中一個 對 對 因為茶樹它有小眼抗菌的作用 噢 然後它又有些微的涼感 就是涼涼的 你知道它長痘痘的時候 紅腫會不舒服啊 對 所以茶樹是大家很廣泛 再用的一個很廣泛的成分 像他們家最經典的茶樹精油啊 以前還有一個很好的用法 就是你把它滴在熱水裡面 然後你就拿一個毛巾 然後就把它浸濕了之後 用那個毛巾呢 稍微去安撫一下 你全臉的肌膚 你會比較不容易呢 痘菌會去滋生 然後我自己還有一個就是 我自己很喜歡 我知道 李恩老師也超愛 因為這個也是精油對不對 Mail Vita的 我都叫它痘痘棒 痘痘棒 它裡面呢 就不是單純只有茶樹精油 然後它的茶樹啊 有加力啊 舒緩的金鋁莓 這些成分 然後甚至 我記得還有一點點的撥合 所以它用起來會有涼感 對 那我覺得它很棒的一點是 它非常非常適合什麼 你突然冒出的 大顆的 大顆的 紅種的 會痛的痘痘 把它塗在那上面 你就會發現 隔天它就消了 對 我自己的經驗是 一擦完之後 它隔天好像就是 會是萎縮 就是一個收 把它的那個 痘痘裡面的濃泡 全部都收出來的那種感覺 對 那說到茶樹 還有一個超經典的 就是Naruko 女優老師的這個 茶樹精油 對 老師應該也有用過吧 這一瓶呢 我覺得它很棒的一點是呢 我們剛剛講的茶樹 是一個很經典的成分對不對 另外一個經典的成分 叫水洋酸 對 很多青春痘的這個 也會用到水洋酸 水洋酸它可以加入 我們的新陳代謝 所以它會讓你的痘痘的那個時期呢 就是縮短 因為我知道它是 業界算是做到最高 2%的水洋酸嘛 所以很有效果 可是其實好像 有另外一個牌子 它也標榜 用到2%的水洋酸 對不對 就是這個 美膚納納這個 美膚納納這個 揪豆乳膏最近聽說也蠻紅的 對 而且我知道它在社群網站 就是大家討論都很高 對 因為它就是 就是好像也用到市面上 真的很厲害的一些成分 對 它用了水洋酸 然後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比較少聽到 但是其實在痘痘界 如果說有去 醫院診所治療痘痘拿痘痘膏的話 或許會聽到這個成分 它叫做硫化物 對 因為我用完之後 我自己覺得就是 臭臭的 我自己覺得臭臭的啦 對 它的味道比較不好聞 但是 硫化物的一個 好處是呢 它當然還是有一點消炎的作用 痘痘都是要消炎這樣子 但是它會去加速你的那個 恢復期 硫化物我知道還有另外一支 對不對也是 也是很經典的 這一支對不對 這一支對不對 這一支也很久了 那你會發現喔 當我們拿出 Cales這一瓶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尺寸 跟前面的 有點不一樣 對它好大支喔 但是為什麼它比較大瓶 其實它比較像調理痘都用的 對 它還是有消炎抗菌的作用 但是它也有 煤化複質的作用 喔 它有另外的效果這樣 對 所以它的夢數也比較多一點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形式是凝膠 對不對 凝膠 那我知道市面上也有很夯的 那種痘痘凝膠 那它們其實也是 就是以水洋酸為主對不對 大部分是這樣子 但是痘痘凝膠其實還有一個特點 你會發現它有保護的作用 喔 保護 因為痘痘我們很怕它再一次被污染 這些凝膠類的商品呢 它通常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會在你的痘痘表面上呢 覆蓋一層膜 你擦完之後 它會像有一層隱形的保護膜 對 保護膜 對 就讓你這些污染物 不會再一次的清晰 再進來 你可以先用清水吧 表面的可能 比如說你用粉 你可以先把它推掉 之後再用乾淨的這一面呢 沾我們痘痘凝膠 然後一樣再打塗上去 就OK 就說如果你要一直不斷的去 補擦它 加速它的那個過程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然後你之後再補妝就好了 前面比如說講的 都是一些急救的東西 再來呢 就是你可以選擇一些呢 調理機質的產品 啊 調理機質 對 從你的日常護理裡面呢 把你的 比如說你是痘痘心 有痘肌 油性肌 對 至少把你的水由平衡找回來 所以像房間 比如說像你這邊有準備的 對 因為這是聽說 這是隱藏版超好用的一個化妝水 跟痘痘肌可能大家沒有 沒有直接關聯 對 可是就是這是 這是內行人才知道的一個化妝水 這瓶化妝水好處是什麼呢 它讓你的皮膚呢 重新回到一個Balance的狀態 就是油水平衡的正常狀態 對 油水平衡的 比如說你不會過油 你不會過乾 所以比較不容易冒痘 對 然後還有呢 比如說像 你看一塊肌膚比較有狀況 這樣的一個 比較適合痘痘肌用的一個精華露 對 都可以幫你的肌質調整好 比較不容易再長痘 對 了解這些除痘神器 跟正常正確的保養肌膚 痘痘就真的少少來找我們這樣子 到底粉刺該不該清 我們到底該拿它怎麼辦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其實粉刺就是皮脂腺的皮脂 分泌不出來被毛細孔阻塞而造成的 其實粉刺有分成兩種 就是肉眼看得到 白白的一小顆一小顆的白頭粉刺 它是還沒有開口 那如果呢 它已經開口了 而且接觸到空氣 被氧化 就會變成黑色的小點點 這就叫做黑頭粉刺 所以分成白頭跟黑頭 那你一定會問說 那青春痘呢 對 青春痘呢 就是這些粉刺發炎了 如果粉刺沒有發炎 是不會變成青春痘的 那現在啊 因為大家實在是太愛青粉刺了 所以呢 我就在網路上面去搜集資料 發現其實網路上面 有好多好多 青粉刺的方法耶 第一個呢 就是大家討論度最高的 用凡士林來青粉刺 我問了皮膚科醫師 他是說答案是對 也是不對 因為如果你用凡士林青粉刺啊 其實是在你的鼻頭 跟那些毛細孔很明顯的地方 先敷個兩三層的凡士林 然後呢 你再用保鮮膜去燜它 大概燜個二十分鐘 其實這個方法可能是用 凡士林的油脂去溶解 你的那些皮脂的油 可能是讓那個毛細孔比較軟化 然後你再用棉花棒一推 可能 可能你看到那些粉刺就出來了 這個你可能試了一次可能有用 而且是針對那種粉刺針的很多的人 就是毛細孔被阻塞很多的人 可是其實這個方法不能夠常用 因為你如果你常常 把凡士林後敷在鼻頭上面 其實它會造成反效果 就是很其實容易造成毛細孔阻塞 反而更容易長粉刺 所以這個方法其實不是不好的 第二個呢 是什麼呢 就是用小蘇打水 或者是用牙膏來清粉刺 這聽起來有點刺激感蠻大的 其實醫生說 這理論上是對的喔 因為我們的皮膚其實是呈現弱酸性 那小蘇打水其實是什麼 是鹼性 按照道理來說 它們就是要達到一個酸鹼平衡 它可以幫助你的皮膚做一個比較深層的清潔 強力的清除那些油脂 可是第一次一樣啊 就是你的毛細孔被清乾淨了 好像粉刺也被擠出來了 但是你沒有辦法天天這樣用吧 如果你天天用小蘇打水來洗臉 那皮膚的保護層可能就被你洗掉了 那你造成的後果就是皮膚越來越薄 越來越敏感 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用卸妝油來清粉刺 這樣聽起來好像也蠻合理的 因為卸妝油也是用你油溶解你毛細孔的油 來清粉刺 可是其實如果對於一些皮膚比較有問題的人 其實卸妝油是會阻塞毛細孔的耶 所以卸妝油去清除粉刺 這個醫生也是不贊成的 最後一個就是用妙鼻貼來清除粉刺 這樣對嗎 很多皮膚科醫師說 你用這種拔除刺的東西 撕下來的東西 其實它是一種叫做皮脂管絲的油脂 它其實也是幫助你的皮膚 去做一個保護的作用 那其實你撕久了 就是這種長時間很利 強力的撕除你的皮膚表面 也是會造成皮膚的傷害 既然粉刺不能夠完全被清除 那它到底能不能擠呢 其實皮膚科醫師都推薦不要亂擠啦 如果你真的很想擠 因為實在是有愛觀瞻的話 它會建議說 如果是已經變黑的那種 已經開口的黑頭型的粉刺 你可以擠 如果是閉鎖型卡在皮膚裡面 還沒有開口的白頭粉刺 你就不要擠了 因為如果你硬擠的話 很容易就造成一些不規則的傷口 或者是微血管破裂 甚至是引起細菌感染 其實這個後果不堪設想 那到底我們應該怎麼樣 把我們的粉刺皮膚調理得好呢 讓它不容易生成粉刺 就是使用酸類的保養品 在你每天的保養步驟裡面 加一點酸類的保養品 它可以幫你每天溫和的代謝 皮膚表面的老肺角質 這樣子你的油脂要分泌出來的時候 它不會被阻塞 它自然就不會形成粉刺啦 像最近這一兩年啊 就是花酸類的杏仁酸蠻有名的 因為它就是真的蠻溫和的 不管是使用在居家的產品上 或者是有的人會去皮膚科醫師那邊做一些 杏仁花酸的患膚 其實效果都蠻好的 那這邊就有寵愛之名的 也是一個杏仁酸的患膚 或者是Dr. Wu 或者是AMPM 這些精華液 其實你就是每天在你的精華液的那一個步驟 擦一點點在容易毛細孔粗大的地方 或是角質容易堆積代謝不了的地方 輕輕擦 其實不會有什麼刺激感 效果還蠻好的 可以幫你維持 就是油脂代謝平衡的好膚質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可能大家會覺得 之前會覺得效果比較 稍微強烈一點的果酸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是油豆雞 真的是那種油甜大噴發的人 真的就用果酸啊 因為其實果酸效果是真的比較在好一點點 因為它就是真的完全針對你的角質層來作用 像是這個尼盡絲的粉刺水啊 或者是Aluvion的粉刺水 還有這個Dr.Brett 它也是一個魔法換膚泡泡 它就是針對你的角質層 利用一些果酸啊乾醇酸這些檸檬酸 來做一個徹底代謝 讓你的油脂也是能夠很暢通無阻的分泌 這樣子粉刺痘痘就比較不會來早上 其實啊油性肌膚的人也不要太困擾 也不要太苦惱 因為啊那些皮脂其實都是在保護你的 比起那些乾巴巴的肌膚 它們其實比較容易老 如果還有其他相關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記得要訂閱我們的Vogue YouTube頻道 我們會在每個禮拜五進行首播 解答你所有美容的相關問題 當然也要記得在這邊繼續關注我們 我們會持續在上面開放投票 跟解答美容相關的問題 來吧